好震撼喔 大家有看到嗎 它其實走上來很費力耶 有45度耶 廟方它有附一個繩子耶 它是讓大家可以講的嗎 可是它看起來是很新耶 真的覺得很想有繩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有個叫 正興宮 山涉水開了兩個小時的車 終於到達這個 山林中的一間小廟 這裡有一座傾斜的廟 那為什麼它會傾斜 因為呢 在2009年有個很有名的海峰 叫莫拉克 造成了巴巴風災 收這個天災讓整個土石流下來 它就這樣滑下來 變成一座傾斜的廟 我們身後在座是什麼 是重新建的新廟 它的原址其實是要在 旁邊的這個小路再下去 還有兩公里的路程 主要供奉的是土地公 在去探索之前呢 我們先祈求一下平安 那我們就去尋找這座廟吧 GO YEAH 我們剛剛原本要走路下去 那我不要走台內的兩公里 阿伯建議我們開車下去 好好好謝謝你 好 我們想要前往 因為我們本來會打算用走牛市狗 上面很多人都說這條路很難會走 不起來是真的很災 對 比一台車再寬遠去 那有沒有看到 這段超小的 都要不要有車 就你看旁邊就是那個 懸崖峭壁耶 哇 這個路 越來越遠死耶 這好感覺越遠死耶 這邊有一個岔路 真的只能說這是史上最難到達的廟 這邊真的很難開 因為它這個很實 而且很好窄 這段路 這個真的有辦法開嗎 這段路可以嗎 超小的耶 而且它旁邊沒有忽然 我們現在遇到兩條岔路 右邊 應該是有 一直覺得這個怎麼可能會有做公廟 對啊 看到了 看到了 傾斜的廟 大家有看到嗎 天啊 好酷喔 旁邊這邊就寫著一個 振興宮的舊址 各位 在這裡了 好震撼喔 天啊 大家有看到嗎 現在走上來 就很荒 現在好像在爬山喔 這個有沒有45度啊 我覺得有耶 有45度耶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自己親身來 你才可以親身感受 它其實走上來很費力耶 你現在站不太遠 各位 我們已經到了 這座傳說中的寢協的廟囉 我們現在在振興宮的園址 好 等一下喔 大家有發現 它真的是斜的 所以我們往前走 大家看一下那寬闊的景 有沒有 它真的是斜45度耶 我們現在人是站直 重點是站在這邊會有點暈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斜坡 其實是45度 對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重量 一直往左邊掉 就會整個頭腦會有點 沒辦法平安 對 不過大家也可以從這個畫面看出來 這座廟是非常的斜耶 而且你有發現它很新 對 它從88峰災2009年到現在 可是它看起來還是很新耶 真的覺得很小的繩子耶 它的地理環境位置非常的好 因為它是整個背後都是環山 那我們現在就是站在斜坡的最頂端 然後往下走 這個很酷 廟坊它有附一個繩子耶 它是讓大家可以這樣拉 只是以防萬一它寫一站在這邊 重心會一直往下掉 你知道嗎 它垂降下去了 我們家又是要塑膝嘛 這邊附了這根繩子 大家如果覺得太行 會站不穩的話 就可以沿著這個繩子 這樣邊拉邊走 它剛好綁在這個最外面的金爐 那它這個金爐其實都已經長雜草了 好酷喔 你看它這個石獅子它已經倒了 欸真的耶 可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些雕刻 都還是這麼新耶 完全沒有因為時間 我覺得好神奇喔 另外一個石獅子在這邊 它沒有倒 欸 我一直 我一直往下面 它是一直要離開 我一直往下面 不是因為它真的太斜了 它當時在建這個座廟的時候 這個石圖 有發生龜裂 我覺得有很多老一輩的人覺得 當時在預言 八八鳳子的這個鐵災 這呢 這件事情是沒有經過考證的喔 不過你看 這個廟宇的門的神像 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甚至這些雕刻 你看 絲毫未損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重點是往右下邊寫 還有這個鼓 全部都是往右邊寫 對啊 你是不是整個 我整個地心 你一直往下降 好險 帶大家去探險 好險 我一直這麼近 我一直 我一直這麼近 不是太斜了 你在扶老伯伯過馬路 走走走 好險 應該是原本的燒金爐 就這樣倒在樹林裡面了 天啊 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是以前的廁所 整個就被樹叢給淹沒了 像廟宇空間的 出入口應該是都封閉了 這邊是廁所不一樣的空間 你看 這邊有一個 路口 你進去看看吧 哇 看得到嗎 我提醒大家喔 這邊 其實是不建議進來的 那神像呢 據說是已經都被移情回去 它的結構沒有毀掉嗎 當時就是很奇妙的是 君民一進去搶救神像 既然毫髮無傷 天啊 所以這座廟宇也附上一些很奇妙的傳奇色彩 當時的水桌子都還在 我們都是緊閉的 哇 其實站在這裡啊 感覺是非常的斜 那裡面有一個空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其他地方看到嗎 可以看到啊 這應該是當時的廚房 然後玻璃也都碎掉了 地上都是炸的 那這個應該是林上 它整個從這裡滑到這邊 就是一個整個空間 然後玻璃的右邊滑到這邊 應該是一槍斷到這邊 大家千萬要深層 那同事 受災這樣子的中間 你看 它的圖示 直接從傳播直接報警 就把這裡滑到這邊滑了 不過當時的病毒事情都還在 我們今天就探索完了 位在嘉義美山的正興宮 傾斜的正興宮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震撼呢 我們自己實際看到現場 我們是覺得非常的震撼 因為我們在出發前 其實已經看過網路上的圖片了 我必須說 真的現場看跟網路上差很多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現場來 然後走這個斜坡 你才會真的有那個傾斜 40度的感覺 會看到大翅然多麼的有力量 真的你要到現場才感受不到 你看一個水災 可以把這整座廟這個衝下來 對 好震撼喔 大自然的震撼 對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 徒弟公爺爺保佑我們 今天可以順利的拍攝完成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金智華促衝 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 可以去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